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高兴了 不过我还是要坚持来讲一讲我的一些观点 比较有意思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各国的首府的这些领导人的工资 从澳洲的总理到美国的总统 再到其他国家的一些总理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澳洲的总理他工资是最高的 竟然有53万澳币 那对于这个现象的话 我就是很想知道 就是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工资是怎么样的 然后对此的话 首先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然后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中间的一些比较 应该说这个公司的水平 国家首脑的公司水平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比较明确的体现出了各国家 或者说国家平均的这个收入水平 或者工资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因为我知道公务员的这个工资设定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也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 所以各国家的公务员的工资水平 基本上可以说是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平均收入 生活水平是挂钩的 应该说澳大利亚工资水平 或者说平均工资水平 在这上属于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我们去看不同的一些机构的这个统计 不管是世界经合组织OECD 或者像MF 或者甚至联合国等等的一些相关机构统计 基本上来说澳大利亚的平均的这个人均收入 是在全球的前十之内的 那么这个水平其实是非常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十之内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 其他都是非常小的国家 那如此看来的话 我们在澳洲生活还是幸福感应该是蛮高的 但是我发现也不是这样子 因为平常好像我们生活中这个钱挺不惊花的 确实是 虽然说澳大利亚的平均收入高 但是花销也不低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一个物价比较高的国家 应该来说这个和澳大利亚本来的工资就高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人民的一个幸福指数 总的来说还是偏高的 那因为我觉得生活在澳洲的话 至少这个福利水平应该是蛮不错的 那可能跟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觉得跟美国跟中国比 那肯定是好很多对吧 那关于这方面我也想听听首席您的一个理解 确实像你这样讲的就是说澳大利亚应该来说福利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这个福利和这个税收啊收入啊等等都会挂钩 那么福利越高呢 一般来说税收也会更高一些 你刚才提到了一些比较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澳大利亚做一个标准的话 你会发现北欧是非常明显的比澳大利亚更加高福利 同时也高税收的地方 而美国呢相比之下呢 就是福利更差一些 当然了这个税收水平呢 这个如果说是工资的这个税收水平比较接近 但是呢如果这个到了这个投资收入的话呢 其实美国的这个税收水平比澳大利亚低 美国的公司税呢等等的也比澳大利亚可能低一些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说 人口量级也不一样 像瑞典 像丹麦或者挪威 他们的这个全国的人口呢 最新的数据统计都还没有到一千万 尤其像挪威和这个丹麦的话 都是五六百万人口 人口非常少 那么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是两千四百万了 而像美国呢是三亿人 你要给三亿人提供福利 和给两千多万人提供福利 和给五百万人提供福利 这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国家你养的人越多 这个福利你要让它越好 其实是蛮难实现的 这也需要政府其实和民众的一个共同的努力和配合 那听到这边的话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 特别现在很迫切地想知道 今后在我们澳洲整个的福利趋势走向会是怎么样的 应该说如果说长的趋势的情况下呢 考虑到澳大利亚本身的这种特性呢 恐怕以后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福利呢 从长有趋势来讲恐怕是往下走 而不是往上走的 这个我想大家需要做到这样一个心理准备 我们做到今天这里讲说 我们要比美国要好很多 这是事实 同时呢 可能有一些人也会去羡慕 这个北欧的这个福利制度 当然刚才我们一开始解题到 国内福利制度不一定很容易可以复制 因为这个需要人口少 国家收入本来就非常高 甚至像挪威也有大量的资源出口 当然澳大利亚也有资源出口 那人口等级不在下 而且是很高的税 你愿不愿意交百分之六十的税 来保障这一部分的福利 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这是在欧洲 其实整体福利水平也是在逐渐下降的 那么澳大利亚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境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已经非常多的年份 连续很多年 澳大利亚的财政呢 它的财政预算是赤字的 那么这个意味着政府的大量的支出 是不及政府的收入的 那在政府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面 你觉得作为我们普通的民众 应该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个作为呢 我觉得当然这个一部分呢 就是自己多赚一点 钱是肯定的 那么当然这个政府短时间之内 很多核心的或者底线程度的这种 公费的意料暂时不会变 但是呢政府会在其他部分的福利上会进行改变 比如说养老金和退休金 那么包括比如说这个减缓退休 延迟退休年龄 这是不得以而为之 因为我们讲到了这个澳大利亚医疗制度好 人口寿命 对人均的这个寿命这个也变长 而且呢这个人口呢也在增加 其实澳大利亚人口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方面都是比较快的 因为移民的政策 那么反过来说这个其实会在这个 在老龄人口那一块会给国家造成比较大的压力 因为他们如果要支付大量的退休金和老人的这个医疗的支出啊 这一部分的支出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简单的怪政府 这个延迟这个退休金 他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那么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呢 就回到你刚才问的问题 我们怎么办 一方面现在开始赚钱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多人啊 有一个误区是非常非常值得要考虑避免的什么 那就是说我们来算账 算我到这个 我可以现在把钱花完 反正最后也会有退休金 到时候呢也有各种公费医疗 我这算算差不多还可以 但是呢你现在的 这样的一种判断是基于现在的福利医疗和退休制度 未来的情况下 我刚才讲我们预计这个福利诸是在减弱的 那么30年后他是不是还有现在的这个退休金和这个医疗的这个福利 不一定 所以你现在把钱花完是要出事情的 与其就是把钱花完赚政府白送的退休金 还是自己一方面多赚点钱 一方面要有一个长期规划 做一个非常好的长期的理财的规划 保证我退休之后我可以自己自足 换一句话说 你也给自己的这个子孙呢少加一点压力 因为到时候是他们养女 那由此可见的话 在今后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做投资理财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在我们的博满金资旗下有一家公司 其实就是有专门做这方面的 顺便这个做个小广告 我们的这个博满财富也是在这个月正式开始推出这个业务了 那么它的主要提供业务就是以这个长期的个人的 这个私人定制的理财和长期财务规划为主 或者大家都非常熟悉在这里叫Financial Planning 那么这个是我们新推出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悉尼的办公室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这个垂寻我们这方面的业务 相信一定是能够给大家的长远的生活规划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 是生活质量的问题 是你的子子孙孙的生活质量的问题 还是值得去仔细的这个考量和研究一下的 早做一个财务的规划 尽可能早的实现一个财务自由 最终我们可以实现咱们的人生自由 是 今天通过对首席的一个访谈 相信您对我们澳洲的一个薪资收入 以及福利养老医疗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也相信您对我们今后的一个澳洲总体的福利走向 也有了一定的思考 那今天非常感谢首席做客我们的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